停車場裡黑色轎車上 放著新竹縣府的停車證 明想要卻傳出縣府有職員 假借出公斋 實際上卻是開著公務車 外出辦私事 那至於如果說有民眾 或者任何人質疑說 人行倒是他家的 那是不對的 他就是這次被抓包的公職人員 曾在新竹縣府交通旅遊處 任職專員的朱成俊 二零一四年任職期間 多次利用上班時間開公務車 到處算命找朋友掛乾淨 被法官亦貪污罪 起訴判刑兩年緩刑 誤年一機恥多公權一年 並且要支付六萬元給公庫 朱姓公務員若是在任職期間 判刑定驗 將取消公務員資格 但判刑定驗已經退休 國民年金則扣減三分之一 或三分之二 現在已經調到苗栗縣政府去了 那有關於他最近這個判決的事情 是不是要啟動這個懲處程序 我想應該由苗栗縣政府 來做一個通盤的來考量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保私囊 雖然不發索得僅三千多塊 但還是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何孟謙秋小倩新竹報導